篮球世界杯亚洲组预赛 中国南篮虽然客场作战 但是在杜丰指导的带领下 球员们努力拼搏 最终两场比赛都是大胜日本队 这对于中国南篮来说信心大增 而现在的核心领袖周琪也是非常高兴 想推荐这三名球员去澳大利亚比赛 首先就是胡金秋 此前胡金秋一直没有在国家队露面 最近的一次还是在三人篮球 虽然在奥运会没有实现历史突破 但是全运会上终于圆了金牌梦 对阵日本队 他的表现真好 第一场15分5篮板补助攻 命中率高得可怕 第二场12分5篮板 命中率更是达到了100% 这意味着大球在内线无人能敌 两场比赛非常稳定 按照这个趋势 未来成为国内第一大前锋指日可待 非常有机会去海外闯荡 第二是张震霖 对阵日本队的第一场比赛 打公子表现的重归重举 甚至是差强人意 但是 第二场比赛不再低调 直接变身最强战士 17分4篮板打爆了张本天杰 命中率更是准得可怕 整体八投六中 其中三分球三中三 罚球也都进 这证明了张震霖非常有实力 杜峰指导带他进国家队 真的是非常正确的选择 第一名赵锐 赵公子第一场就表现得很好了 尤其是郭艾伦那么亮眼的情况下 还能取得不错的成绩 不得不佩服赵锐的基本功很强 第二场比赛 他要为后卫证明 上场26分中 拿到了27分 三篮板 补助攻的全面数据 这个分数是两场比赛 所有球员的最高分 赵公子真是太强了 其次赵锐的打法很特别 他有些顶级后卫的速度和力量 同时还能助攻队友 如果去海外联赛 联手强有力的内线 将非常可怕